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我要帶來第二部基礎訓練的影片 上一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講到的主要是深蹲 我們在於主要是除了腿部之外還有上半身挺直的力量 還有全身平衡的力量 我們現在要到下一個動作就是所謂的推的動作 我們講到推的動作大家第一可能想到的就是伏地挺身 沒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談有關伏地挺身的一些知識 基礎還有後面的概念 伏地挺身是可能是我們社會上面最常見最受歡迎的動作之一 很多人講到練身體 第一個想到可能就是伏地挺身不然就仰臥氣 伏地挺身它真的是個不錯的運動 它可以練到我們的胸 我們的三頭肌 我們的肩膀 表面上是這幾個主要肌群 不過其實它還考驗到我們核心的力量來穩定我們身體 還有我們肩胛骨後面的肌群 讓我們肩胛骨往後往下收好的力量 就是伏地衍生 非常需要 另外還有手腕的延伸性 還有關節的健康 如果你的手腕關節不健康的話 還有手手關節不健康的話 那你在做這些推的動作時候的手腕的角度 可能會讓你感到不舒服 因此我今天要先談到一些我覺得 我認為在我這幾年來健身的經驗中 我認為最好的服務女生的一個 去學習服務女生這個正基礎的訓練 的方式 我先講到大家 很多人做的一個錯誤的方式 就是呢 像我現在直接一樣做我這個樣子 他們大部分呢 所有女生想到 哦那我跌下來 然後呢 就做 手打得很開 然後就做 手打得很開 這樣做 這樣做 當然如果你是以一個健身 建築肌肉的角度去看的話 這可能沒有那麼不好 因為呢 你手打開來 讓更多壓力在你的胸這一塊的地方 所以更可以讓你的胸部的肌肉 所以對於健身 只單純的建造肌肉來說的話 可能不是這麼差的一個方式 但是呢 如果就一個以功能性的方式來看的話 這個動作並沒有這麼好 因為你想像一下 假如說我們平常在日常動物中 我們在推的時候 我們很少的手打開來去推 而且你手打開來去推的時候呢 其實你用到的東西 不是那麼多的胸 而是很多的肩膀前面這一塊肌肉 而且你看我手腕 這個角度呢 也非常的不自然 所以推的這動作來說是沒有效率 又吃不出那麼大的研究能力受傷的 因此呢 其實正常的方式呢 應該要把 手肘稍微往 在你做的時候呢 稍微往旁邊收一點點 那我怎麼要做到這一點的 怎麼知道說 哪個角度比較好呢 有一些方式就是這樣子 身體呢 自己只能趴下來 頭不要往前看 因為我們還是要保持好 脊椎的直 然後呢 所以我們收好下巴 不要讓它這樣子 這樣對脊椎 脖子後面其實是 太多壓力了 然後呢 你這樣之後呢 想像 你把你的手 擺在你的 大概 手掌的 手掌的 手掌的這邊啊 手掌的底部啊 放在你的 胸部 奶頭 旁邊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 你可以 如果你對於抓到這感覺有點困難的話呢 你可以先 在鏡子旁邊做 大概看一下 要怎麼樣知道自己的手擺到地方呢 其實就基本上 盡量的讓你的手走 你的上手臂 小手臂 跟地面 是垂直的 然後呢 並且 所以呢 上手臂 與地面垂直 肩胛骨夾好 腹部用力 臀部收緊 然後收下巴 吹出來 下去的時候 記住 想像肩胛骨 往下 往後收好 然後再推出來 然後呢 是 力量是從手掌底部 手掌根部 發出來的 全程 不會像屁股 現在變成這樣在做 你這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也是一樣跟 跟撐體一樣 身體要撐起來 屁股不讓它沉 所以呢 要腹部用力 屁股用力收緊 如果從正面看的話 會像是這個樣子 你看 如果跟一般人做的 腹部用力認識 相較起來的話 是不是手肘 離身體的距離 是 最大的差異 都是特徵動作的一個 基礎的一個 訓練的方式 因為 為什麼已經壓骨 往下往後收好呢 因為其實這個 當你做到這個動作之後呢 就是 你的背啊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基礎 讓你的力量可以這樣推出去 如果你的肩膀沒有卡好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到 背就沒有成為一個很好的基礎 沒有一個很好的地基 那你這邊發出來的力量呢 也不會這麼的大 也不會這麼的穩定 也不會這麼的有效率 那如果說你一開始還無法好好的做蜂餅 該怎麼辦呢 首先 我們可以回到原來的位置 手也擺到 奶頭旁邊的位置 然後上手臂與地面幾乎平 成垂直 然後呢 但是 腹部用力 屁股用力 肩胛骨還是收好 但這回呢 你是以膝蓋 為軸 然後呢 一樣拼出去 由於少了一段槓桿的力量 所以呢 這樣做起來會輕鬆很多 所以可以先從這個 來抓這些重要的地方 請在鼓收好 小手臂與地面成垂直 核心用力 屁股用力 手下巴 這是一個方式 然後呢 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找一個 有斜度的地方 等下要確認它的穩固 然後這樣子呢 因為這個角度問題 所以你承受的重量也不少 不會這麼重 就變得緊張很多 同樣的呢 接下來 看看 你身體的這條直線 跟你的上手臂 似乎成90度的 然後呢 再一樣 肩膠骨夾好 上手臂與身體的平面呢 成垂直 核心用力 臀部用力 收好下巴 也是一樣 做這個動作 當你習慣做這樣子的方式 去做浮平成之後呢 你會發現你的舒服的力量 更強大 然後你背 因為你背部更穩固 因為你肩膠骨的往下往後收好 然後呢 所以呢 那你之後呢 可以這個動作 不是只舉行在伏伏隱身而已 它也可以 再加上衍生成更多 各種的運動 像是 健身常常用的 Bench Press 就是平躺 而握躺平推 所以 這個動作呢 其實你看看 跟伏隱身 也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這個道理呢 也是當然可以變成 舉過頭的動作啊 什麼的 還有舉肩膀啊 都是一樣的動作 所以呢 其實這些動作 像Squad也好 脂肪肌套的動作也好 都是呢 你可以衍生出更多 長度更高的各種訓練方式 所以呢 這就是基礎訓練第二集 就是呢 伏隱身的推的動作 希望大家喜歡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就這樣